再开放这种网络 再开放这种网络 这就对上号了 刘兴杰原名刘志勇 兴杰呢是他上军校之后改的 而国宾呢 是谭忠树 在黄埔期间用过的名字 这是他在召唤流星节 我跟你说过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他们一定会联系的 现在缺的就是时间跟地点 我有个线索 谭忠树今天主动要求撤掉 他家里的卫兵 他说 他家里的人已经离开了 他想搬到旅馆里面去住 你找办法 他说的合情合理 我没有太过坚持 反正他的司机和保镖 都是我的人 他的行动起居 他行动起居瞒不了我 那你知道 他住在哪家旅馆啊 你以为他 真会在旅馆里约见流星节吗 他要真在旅馆里约见流星节 他干吗要撤掉他家的卫兵啊 他这 Tanner 他你不忍着 你不忍着 别人 我 你不能让我 不忍着 不忍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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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九局的筹备专员是吧 还请您多多在废 看出来了 你也是个聪明人 您夸奖 司长请 好 这个李佛涵哪 心也太急了 人呢 大普 招呼一下 司长 好 司长 司长 不记得我了吧 记得 电讯薰处处长吗 对 我姓孙 司长 请坐 好 保安 席 把他给我找来 他不会来 次长 请坐吧 请坐 请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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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吕伯瀚上当了 一个人去您家了 欧阳病院也到了 开始吧 是 来 丁三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李处长 你已经杀过我一次了 我还怕闯祸吗 局长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陆阳次长 今天是我们八局的最后一次行动 我们真诚地邀请您作为督导 来参加 贪中树 你这是绑架知道吗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激动对肝脏不好 您既是今天行动的读导 也是重要的证人 今天晚上我们这儿的一切谈话将被录音 如果您配合我们的话 您的安全可以放心 笑话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来之前又不是没做准备 我告诉你们 我来之前告诉我属下 我是来第八局的 要是我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一个一个谁都跑不掉 知道吗 欧阳次长 您跟您的属下说来第八局见谁 李渤涵 李渤涵呢 他在哪儿 欧阳次长 您别着急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定三 我是孙大国 我们听见了 你们听得见吗 能听见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孙大国 你现在赶紧把我给放了 我 报告孙处长 李处长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开始吧 李渤涵 他在哪儿 他 他到底在哪儿 欧阳次长 多虽然 还要拆开 对 我们不必能够 李渤涵 李渤涵 这样 你 erf弹了吗 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有没有动摇 这两个铁证的可能性 我知道 刘新杰做了狡辩 好 就算电话的问题 亏捏在马外人身上 那枪伤呢 次长 您手里的文件中 有我写的报告 请看这边 这个就是现场的平面图 第一个可能性 这个真正的杀手 知道刘新杰身上有伤 于是 他杀了人以后 挪动了这具尸体 造成了这一枪 擦过人体的假象 放屁你 可不可以猪脑子你 是什么人 知道刘新杰身上有伤 马维然 不还是马维然吗 不还是死无对证吗 还有个情况 也是个可能性 马维然 也许有个合伙人 大董 老马 刚才 他们都议论什么了 别误会不安 真的没有什么 大家发点牢骚也正常 我们呢 是说好了的 你看我总不在这局里面 你得帮助我 盯着我的后面 这是谁啊 这是李伯涵吧 对 局长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 李伯涵和马维然的关系 是最密切的 放屁 污蔑 这就是污蔑 我跟马维然单独谈话 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什么 司长 我这里还有误证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啊 别喊了 你个马飞处方 李伯涵有毒瘾 还需要我证明 行了 我见过他身上的针眼 他是有这个事 当然 他找马维然是最方便的 但是 这个并不能证明 他们两个就是同伙 而这一点 恰恰是最为关键的 李伯涵一直在竭力掩盖 他跟马维然的关系 这个我也有证明 顶三 说 报告 马维然出头后 曾经给李处长寄过一个邮包 是我收到的 里面是一把钥匙 第二天李处长就派人杀我 什么钥匙啊 中央车站一个储物柜的钥匙 柜里装的是什么 那是个空柜的什么都没有 里面的东西被丁三提前拿走 交给我了 现在在这里 您请过目 李伯涵 你真的去去马维然留给你的东西了吗 就算我去取东西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 伯涵 欧阳次长 你千万不要伤这些人的党 这些人就是个 伯涵 伯涵 让我们拔开 伯涵 既然李伯涵不需要说什么的话 我补充一下吧 关于那个杀手身上的枪伤 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注意到 到了最后 是李伯涵提醒的我 谭局长 关于亚欣饭店的刺杀 我们现在谈的 还都是他的可能性 可是 对刘欣洁的指认 你又怎么解释呢 第一个指认出刘欣洁的人是李德元 而李德元的报告 欧阳次长不是早听说了吗 您是怎么分析的 我们派李德元去匪区的侦查工作 进行得非常成功 中共零二九号情报长官亲口对他讲 在这边 卧底人的代号 是零三一 后来呢 后来 十七号早上 零二九 跟李德元说 零三一牵扯进了 在和平码头发生的枪战 牵扯进这场枪战的 只有刘欣洁一个人 这是很直接的确认 对呀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欧阳次长 零二九号为什么那么轻易地 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李德元 不怕他陷命吗 因为他们当天准备送他去北方参观 他一走就可以避免洩灭 那为什么李德元又能在当天 从戒备森严的匪区逃回来呢 这 这个 这个李德元能回来 这当然是个奇迹嘛 他本来是想发报过来的 可是 法界共匪正在查找他的报复小组 你还能在买吗 网线啊 我接着说吧 欧阳次长 那个报复小组 是我预先埋伏在江北 一直协助李德元 忘回传递情报的 您想想 一个辅助的小组都被破获了 为什么单单李德元能逃过来呢 所以这不是奇迹 这一切 都是共产党安排好的 三国演义看过吗 讲干道书啊 那 水手的指认呢 说的水手 欧阳次长 我电话里请您带来 水手的验尸报告 您带来了 报告你们不必看了 我已经看过了 说你们的分析吧 我看看你们猜得对不对 他死的时候 我们都是目击者 在他死之前 出现了失明 这与高纯度的 阿吞品中毒的重状 相吻合 这就是他的死因 对吧 对 是阿吞品中毒 但是 从你们给他的水和食物当中 没有发现任何的药物 所以 所以不是我们投的毒 是他服毒自杀 至于说他是怎么做的 我不太清楚 关于这一点 孙处长有过推论 大铺 说说吧 好 好 这个是药品的单据 这些是抓获断海瓶时 发现的药品 消毒水 麻醉剂 还有谭尼西林 等等 消耗的和剩下的品种数量 全部都对得上号 除了两种东西 氢氧化铝和眼药水 氢氧化铝我知道 那个是治胃病的药吧 眼药水 他从药店里 拿走了大量的氢氧化铝粉 和眼药水 这两种药和他的枪伤 没有任何关系 可我们抓获它时 这两种药都不见了 眼药水的主要成分 是阿托品 我相信 这个 就是致死物 口服阿托品的致死剂量 是八十毫克 消失的眼药水 总共两达二十四瓶 也就是二百四十cc 里面含 纯阿托品二点四克 相当于致死剂量的三十倍 行了 别说多少倍了 他一直被你们严密地监控着 可是 在十多个小时之后 突然发作死亡 而且 你们三位都亲眼所见 他只喝了几杯清水 那我搞不懂了 那么多的毒药 他是怎么吃下去的 司长 他的胃里 一定还有大量的轻氧化铝 对不对 这报告上写着呢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 轻氧化铝是治胃病的呀 治胃病 需要一次服下一棒半的 轻氧化铝吗 这些 是在他落脚的小铝馆发现的 可以推断 他把眼药水提纯 减小了体积 这个母子里 有轻氧化铝的残渣 我用它做了一个东西 这个 就是他服毒的方法 他是在被捕之前 把这些药丸吞进了胃里 不可能 不可能吧 那很快就会被消化掉的 不会 轻氧化铝能中和胃酸 药丸不但不溶解 还会在表面形成保固膜 只要他不吃不喝 这些东西就能在他胃里 稳定地坚持十几个小时 那阿托品呢 问得好 高纯度的阿托品 就在这个药丸中心 我这些药丸 里边装的是红药水 一旦他大量喝水 我这些药丸 就会这样 高纯度的阿多品中毒 会相继出现失明 眼压升高 和心跳骤停 过程只需要十几秒钟 也就是说 他能控制住自己死亡的时间 对 所以他喝水的时机 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他喝水 就是在指认刘新杰之后 为什么 而且 你们的审讯记录 我也仔细地听过了 没什么问题呀 谭局长 不得不承认 你的审讯很精彩 很艺术 而且很有逻辑性 很遗憾 我被他骗了 我在审问他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佩玲 发现了他的反常 是 他一直避免使用第二人称 你字 对了 你的分析也很精彩 我当时认为 他在隐瞒什么 其实 他要准备跟我撒一个谎 撒一个弥天大谎 他过意做出这种隐瞒的迹象 引诱我继续追问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他放松了 当我把话题拉到信任与怀疑的时候 他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恰恰这个细节被佩玲发现了 他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当时以为 他这个动作代表他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我们都被他骗了 而且一直骗到了今天 局长 他的这个动作 也是反心理的吗 对极了 他最希望的是出现这个话题 他用这个动作 来掩饰他内心的冲动 其次 他知道他的这个动作 会被我们理解是他的抗拒 谈话由此中断 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这也是他给自己准备好的空隙 好使自己倒水的这个行为 显得很自然 他料定 我有一个助手在外面观察的 料定 你会打断我们的谈话